这是很诚恳的道歉审明 我认为咱们其实中国的球迷也可以稍微宽容一些 让我们这个事情回到足球本身比较好 因为我们知道在国际足球上这样的事情 其实还是这种年轻球员有时候这个冒犯 还是偶尔会有的 没错 我觉得今天宇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肯 就是让这件事情回到足球本身 回到人的本身 一个年轻球员犯错了 虽然说性质很多类 但是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说 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宽的形容和高的姿态来看待 我们来看中国的主流媒体 人民日报也就这个事件发表的评论 切尔西的官方球员入华事件 再次道歉称将会延成肯尼迪 一个球出了边界解回来就死了 言论突破的底线就会让友谊散掉了友谊色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会因为个别的极端的言论而不分的敏感 但是换来尊重应该是共同的国际准则 对粗鄙者最有利的回击 应该让他知道我们固执 但是文明的守护着底线 我觉得这说的还是非常好 就是我们应该是以一个平静 但是坚定的态度来回应 对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给所有 现在看重中国球迷和中国市场的这些 包括外援也好 国外俱乐部也有提醒 就是在我们从中国赚取钱 或者赚取粉丝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对中国足球尊重 你帮我知道有些咱们来中国踢球的外援 其实有些球员比如说个别 他们晚上比赛 他们早上凌晨三点钟会在酒吧里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对中国足球 你得对得及这个公司 我觉得这个尊重可能 这个不光是这个肯定的一个球员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足球得益的这些老外也好 这些俱乐部也好 都应该有这个起码的这个觉悟 对 就是刚才宇昂说到一个职业精神 是写在墙上的 像职业农员一样的吃一样的训练 对 一样的去发媒体 其实前两段时间完全不同的这个行业和这种比赛的类型 费德勒 费德勒堪称职业农员的点 费德勒来到上海参加任何比赛 他所有的赞助商的活动 对球运的活动 他都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这我能从他身上看到质疑 对的 一点没错 因为我们说首先是尊重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内心深入这种想法 觉得我这个赚你的钱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你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互相的尊重 我觉得足球世界给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要说一点 其实这个事情也给咱们中国的很多 运动员也好 球员也好提个醒 就现在社交媒体因为是一个 它不会你发的时候不通过俱乐部的 你给你发就发出去了 我们有时候也知道中国球员会在比赛后 会跟球迷做一些这种论战 有时候这种咱们所谓叫怼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边界的 这个事情给所有人提醒 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我觉得我们要让它在一个底线范围内 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足球 都说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赫兰时期的战争 但足球的文化 在足球最底层的文化里 好像是不宠上暴力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注意看 在所有的国际大赛里面 其实球员的胸口 它除了它的国旗和队会之外 它有一个条幅是上面很清楚 就是尊重 这点在国际足球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国际足球员对所有的类似 这种行为是非常敏感的 你在足球场上有些超越 这种体育的这种 谢谢